好 倒是昨天晚上會面的這一個地方 因為他的門口呢 就大大寫的是一間鋼鐵公司 所以呢 大家就來看啊 這場地到底誰提供的呢 好 其實這是國民黨主發會主委 許宇珍他的媽媽黃桂美所提供的 但是我們就來看喔 許宇珍過去他曾經在雲林黨部當任過主委 而且呢 他又是現長張立善的閨蜜 兩個人交情匪淺 那麼你看起來這個雲林張家 其實跟柯文哲的關係也非常不錯 所以大家當然就會想啊 你們昨天能夠有這場密會 各位是不是張家幫忙牽線 柯市長一進來一看到說 這貴賓自己的辦公室嘛 侯市長也說這黃桂美理事長的辦公室嘛 可見我們這個桂美姐 這個聲譽滿雙北 至此時特別點名黃桂美 因為前一天藍白三巨頭密會 負責提供場地的人就是她 黃宇宇 朱立倫以及柯文哲 31號晚間展開藍白協商密會 原本傳出地點就在新店區 建國路的這條巷弄內 沒想到卻臨時更改地點 就是因為消息突然走漏風生 才臨時決定將地點改到 景美德之間鋼鐵公司 昨天最後的地點我們就選在 黃桂美主委 以前我們的台北市文山區的主委 也是我們理事長 副女會理事長 她的女兒就是許宇貞許主委家嘛 位於景美的這間鋼鐵公司 掛名的負責人許耀仁是黃桂美的兒子 同時也是國民黨組發會主委許宇貞的弟弟 整個家族就是國民黨最優利的後援 黃桂美低調不願多談 藍白河這一局由許家牽扯到雲林張家 因為許宇貞過去曾在雲林擔任 縣黨部主委更和縣長張立善交情匪淺 而張家又與柯文哲交好讓外界聯想 朱猴柯這會面是不是也是張家 暗地相助來當藍白統哭 猴柯住密談幾經波折 傳出是猴伴高層故意放話 要讓藍白河破局 看那個誰報導的就知道啊 那邊那個報導是誰寫的 那些記者是跑哪一線的就知道了啊 做昨天三元立會消息走漏 是金鼓中指向長放出的消息 你們想太多了啦 這跟金執行長完全無關的啦 甚至我都沒有跟金指長講 哪一個地點啊 洩密的人到底是誰 這場密談沒有結論 但曲折離奇 又讓雙方互相拆記的過程 留給外界更多問號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來跟國際 Later 我們來跟大家聊聊天 我們來跟中國 黃海冬 我們來跟中國有講解 ara ár� 今天我們來跟國際梽子 交好 我們來跟國際梽子 感谢观看